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龙江 蓝莹陷入内斗之乱 郭侯更是渐行渐远 现在柯文哲民调第二 开始目中无人得罪自己人吗 柯文哲跟吴子佳合作 下周要在高雄办的开奖活动 昨天突然取消 那柯办发言人说 是因为吴董要求很高 然后活动行程也很多 所以决定取消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吴子佳说因为现场一半都坐不满 那活动能看吗 还大骂柯文哲大头震 尾巴翘起来开始嚣张 找不到人 传信息不读不回 还放狗咬人 这就奇怪了 为什么柯文哲对吴子佳会有这种态度呢 是看到跟郭台铭合伴这么多场 自己的却是人数不够 吃味不爽吗 不过柯文哲网路优势 怎么会一场1800人的活动都坐不满 只有三分之一呢 但是台北的演唱会可以卖票8800秒杀 难道是南北差异吗 还是最近的太监说发笑 越来越多人看不惯柯文哲的傲慢心态 连谢龙界都动美调 帮赖清德说话 骂柯文哲酸葡萄 自己去美国见不到人 那按照柯文哲的逻辑 去白宫等于应征外拥 那郭台铭之前去过 有应征上吗 蓝白幻想合作 认为可以打败绿营 但日本的神级学者说 一加一等于二不可能 那今天又有最新民调 郭台铭如果参选 冲击谁最大呢 那现在开始有害怕 柯文哲当选的氛围吗 这个周末假日非常的热闹 民进党全代会 全国首场的造势将要登场 其实四位立委提名完成 另一方面 黄国昌 陈志涵举办的 土地正义大游行也要进行 但有62%的网友认为 正当性不足 而且到底是争取正义 还是柯文哲的造势场合呢 这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跟演唱会一样 也是假装的吗 还有国民党换猴杂音 金谱葱枪 农包一定要挤出来 那国民党要怎么挤呢 是用手还是用刀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 郭国文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总将好 大家好 再是国民党 台湾市议员林涛 主持人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再是资议媒体员王瑞德 总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了 柯文哲二十二号 高雄场活动取消 跟吴子佳闹翻 反共不一定要缓中 缓中不一定要呛中 这个月九号 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 找来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出席粉丝见面会 直播节目 畅谈治国理念 只是原定二十二号 两人还要在高雄二度开奖 却传出 疑似郭台铭 也要跟吴子佳合体 只好临时喊咖 报名不出是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天 报名的时间 那其实按照我们过去 举办活动的经验 应该是越靠近的时候 报名的人数会逐渐的增加 我们其实就是尊重主办单位 同时非常感谢吴子佳董事长 过去的协助 为了辟谣 吴子佳干脆公布和柯文哲的 对话内容 在po出高雄厂报名人数 只有三分之一后 柯文哲没读没回 十三号上午 吴子佳表示 恳求见面 商量节目都不可得 实在非常意外 同时强调 网友动员效果非常不好 唯一选项只有取消 高雄厂的见面会 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活动 从侯友宜 从柯文哲 到郭台铭 通通不用付钱 这个党自己没有能力 过多水溪以兰 然后居然能力不够 他直接就放狗咬人 讲到这个吴董 这个事情很多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从这个接了柯P的活动之后 因为后面还有安排 郭台铭董事长 总共三场的行程 应该是14 15跟21号左右 所以这个牌的蛮密集的 昨天受访的时候 只是还原这个状况而已 好 这个柯文哲 董事长开奖活动 高雄厂 昨天突然取消了 那照理说 柯武两个人反律啊 也合作过啊 怎么会闹翻呢 来先讲正好 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是如科办所说的 是屋子家太忙活动太多 所以取消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 没人气就没人气 不要砍脱 事实就是7月1号 报名到现在 目标1800人 只有600个人报名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城长刚砍脱嘛 屋子家董事长好忙哦 7月14 7月15 7月21 都有办活动 请问干你屁事 你7月22活动 我们也是天天录影的嘛 对不对 然后什么什么 我屋子家生意人 然后今天你22号活动 我21号就不能办 是不是 然后这种事情 没有撞棋嘛 没有撞棋嘛 都是砍脱嘛 我先跟他讲 整个状况就这样 因为昨天吴总很生气 因为民众党的 昨天第一时间 因为人数不够 要取消之后 民众党第一时间 就请发言人出来 发新闻稿 暗酸吴子家说 可能是吴董最近太忙了啦 所以才没办法配合 他意思是什么 吴董接到了 郭董的大客户 就不要柯文哲了 跟郭台铭是有三场活动嘛 对对对 他们按缝 就是想把吴子家说 他就是唯利是图 对啊 他唯利是图我也知道 可是问题是 这一刀跟唯利是图 没关系啊 第一件事 你看这AQPAS的报名人数嘛 对很清楚嘛 目标1800人嘛 结果报多少 660人嘛 哦 怎么会这样 很清楚嘛 7月1号开始报名 到昨晚7月13号 三分之一不到嘛 看文哲不是人气很旺 对啊 很会 8800秒杀 对 陈志豪刚出来受访就说 就他们的经验 活动都是越到后面 人越多 那你怎么演唱会就秒杀 对 免费的不要去 根本好怪哦 免费有冷气吹 在高雄 卖票的秒杀 安免费的不要 好快哦 怎么你自己跨不过佐水星 不要贪托嘛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因为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吴董的状况就像 因为呢 他发现了报名人数真的不足 然后检讨第一场 柯文哲不是出大包吗 就是讲出北流啊 太监什么东西 对不对 吴董其实有抱怨 那个时候办第一场的时候 要跟柯文哲 归告 不给就不给 没有时间归告 也不知道是对自己太自信 还太臭屁 就是不行嘛 因为所以真的很出包了嘛 所以吴子佳就 这次就找柯文哲 就说 我希望可以跟你讨论这件事情 人不够 而且还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归稿部分 就柯文哲三天不读不回嘛 三天不读不回 然后吴董就传个讯息嘛 报告柯市长 小弟恳求见你一面 商量节目如何进行 都不可得 实在很意外 连约你见面时间都如此困难 非常遗憾 网友动员成效又非常不好 目前唯一的选项就取消高雄唱 下最后通节 下最后通节了嘛 结果呢 拿到这个最后通节的时候呢 柯文哲马上回讯息啊 这白色是柯文哲回的讯息嘛 回说什么 我的秘书牌的时间是明天啊 你的讯息我都是转给秘书处理 所以排成没有 砍到一堆啦 反正就是说啦 秘书没有帮我回啦 好 然后重点来下面一句 当然 报名状况不佳要取消 我们没有付钱 也没有办法 这什么意思 没有付钱 整场你柯文哲就是在占便宜嘛 免费的 吴子佳在想什么 因为他是媒体人 他做媒体频道 所以他要的是什么 要流量跟斗内 所以他要跟有流量的人合作 对不对 他第一场是不是跟侯尹宜合作 发现说侯尹流量超烂 对不对 后面就不合作了 那他去找柯文哲 结果流量发现第一场OK 确实不错 可是内容很多瑕疵嘛 对不对 被我们炮红 搞柯文哲就要道歉嘛 所以吴子佳就说 好那你第二场要有流量要有内容嘛 我内容跟你云你不理我嘛 三天嘛 流量呢 也没流量啊 一千六百多了 一千六百人就六百个报名嘛 一千八就六百个报名嘛 三分之一嘛 要内容没内容 要流量没流量 柯文哲又没付钱 换句话说 整套柯文哲都没有在付钱的 这个办活动也需要一些成本嘛 对不对 柯文哲那边或民主党是完全没有付钱的 吴子佳要吸收啊 吴子佳要赚的是流量跟斗内钱啊 对不对 这是明买明卖 那柯文哲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这个网络的议题热度嘛 对不对 奇怪了 你又没有流量 你又没有流量 又没有内容 又不付钱 我不听你不是刚好而已吗 所以吴总才那么生气 说你放狗咬人嘛 就说你就真的是你的内容都不足 你人都不足 你人不足 你要找人去动员动起来嘛 找你讨论你又不讨论 好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那我们合议取消合作嘛 结果呢 放口咬人嘛 吴子佳讲法嘛 就找一些发言人出来说 哦 你们这个 这个是因为吴董亲到大生意啦 跟郭台平很好啦 什么什么 就算是又怎么样 再看一次 我们也没付钱啦 再看一次 我们也没付钱啦 就算是大生意又怎么样 等于说这个活动 其实是会帮助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那边 完全没有出钱出力 然后也没有感恩的心 然后也不觉得说该re稿 一付就觉得说 好像大家贴你是应该 柯文哲的人格特质嘛 就是他回复吴子佳 说未读未回 然后那回的内容看起来也是傲慢 没有温度 然后放口咬人 叫这个发言人出来暗示 吴董是因为接到大生意 所以不愿意接柯文哲这个小单 不好意思 你没付钱连单都不算嘛 第二件事 人就是没有齐嘛 对 1800个人嘛 你就是只有660人报名成功嘛 对 所以这样就闹翻了 闹翻了嘛 这还想到他们很好咧 还不错啊 合作过 对不对 应该很不错啊 还不错啊 可没想到柯文哲这么那个啊 圈圈叉叉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最务神的是什么东西 柯文哲的年轻票是虚胖嘛 虚胖 站在年轻人的角度 我们最近有新的民调 对不对 对 亚太基因交流协会的 郭台铭一出来 柯文哲的年轻票少10%嘛 所以柯文哲的年轻票是虚胖嘛 而且是集中在北部嘛 你跨不过左水溪嘛 你跨不过左水溪就卖砍 你柯文哲就消风了 是 所以我们看到柯文哲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跟合作的人 竟然是这样子态度这么的高傲 那吴子佳 当然商人在商 沿商办活动 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 跟这个柯文哲 沟通的过程 看起来似乎是高高在上 瑞德哥怎么看 因为我们看到吴子佳 真的是气炸 就是说找柯文哲 不睹不回 三天后才回讯息 他就第一场这个办完了 柯文哲大头症就犯了 尾巴翘起来了 然后就刺客 放狗咬人 放任发言人 攻击抹黑他 民众党是烂胆 哇 骂得这么凶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 买卖不成仁义 在更何况 根本不是买卖 因为你一毛钱都没出 各位要知道 柯文哲的第一场 如果根据这个 民众党他们的说法 他本来是要行说说 柯文哲去美利岛 去这个董事长开奖 那么效果非常好 单单柯文哲本身的 YT是三万五千人看直播 那吴子佳是1.5万人看直播 所以总共加起来五万人 各位有没有听出哪里不对 你来参加 然后你这边你自己的YT 是三万五千人 我这边是一万五千人 吴子佳要的是流量跟斗内啊 你知道吗 结果最后爽的是谁 爽的是你柯文哲这边的YT嘛 但人家有讲什么嘛 人家也没讲什么嘛 因为反正吴子佳 我跟吴子佳认识也蛮久 大概比那个美美 等于说短一点啊 但是我常常跟他在一起 常常跟他聊天 这个人就是 第一他是生意人 第二他就是要开口亲戚啦 郭台铭跟他就累了十个小时啊 你柯文哲一分钟都不跟他累啊 你知道吗 郭台铭这么配合 为什么要累 因为我帮你做这场讲白了 这场你一毛钱都没出耶 爽是爽到谁 爽是不是爽到吴子佳 爽最爽的人是被他邀请来的人嘛 不管是侯友宜来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侯友宜来 为什么柯文哲来 柯文哲过去就来过四次了 柯文哲请问你一下嘛 民众党请问你一下 过去四次你们给了多少钱啊 请问一下嘛 你们给了多少钱嘛 很简单嘛 问就知道了 公布嘛 所以呢事实上 包括柯文哲 包括这么多人 郭台铭他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沟通 那柯文哲最厉害的 不是说年轻人 不是说网路吗 对 所以他愿意来嘛 来了以后要蕊啊 为什么要蕊 因为不蕊的话我不知道 不蕊的话我不知道 你要讲什么 你没有发现第一场 就是因为没有蕊 所以来了以后乱讲 出包了 反而那个 反而那位女性主持人 问的问题对不对 出现了所谓的太监啊 出现了所谓的皇帝嘛 那个东西嘛 然后吴子佳 在跟他那个互动的时候 就变成吴子佳 因为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所以吴子佳就一直看着他 然后后来就没有办法 两个进行一个对谈嘛 这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你要来参加 比如说电视台的录影跟专访 你总要知道 电视台要知道 你要回答什么 我要问什么嘛 对对对 你什么都没有蕊来了以后 你们别说什么 好好做事情 是这样子吗 不能这样嘛 因为你这是总统级的规格 什么意思 你是总统级的候选人 所以这也是人家看到你的 这个等于说你的重要性 你自己本身要利用传媒的能力 所以大家才会促成这个所谓的 那个叫互相合作嘛 本来就是嘛 对不对 不过我要纠正一下 这个等于说李正浩啦 他太低估人家了 什么浊水系人没有人气 什么600人 660个人 660人 多60个人 对就怎么会这样呢 1800个座位 660个人 这些东西 我相信吴子佳都有附上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 那个卖票的情况 申请的情况 给那个嘛 柯文哲的阵营民众党嘛 对 我现在吴子佳不需要说谎啊 但是问题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处理的态度 尤其是柯文哲的回应里面 最后一句话叫什么 我们没付钱 也没办法 你还在说什么意思 我们没付钱 没付钱本来就没办法 你本来就没付钱了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付过一毛钱啊 你这样意思是在说什么 后来他们的民众党发言人怎么讲 说因为 郭台铭 不是郭台铭 吴子佳事务还盲 对吧 还有三场郭台铭的要办 你这样不是影射人家 你不是影射人家吗 现在社会大众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在影射他嘛 影射什么 大家想也知道郭台铭别的东西没有 但红海鼓励就92亿了嘛 你就会变成 吴子佳没送完就是他而已 他说他的郭台铭的保护也是免费啊 洪友宇没给钱 柯文哲没给钱 郭台铭也没给钱 对不对 所以你们邀请你们来 你不是说带新代表来 你现在跟他说到这样 好像我是拿了郭台铭的钱 所以我就把你放生 给人家外界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今天吴子佳最痛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跟这个中天给读家 然后把那个耐直接秀出来 很假的你看那个耐嘛 三天不读不回 结果你像民众党怎么讲 民众党说因为柯文哲很忙啊 所以不可能每一只耐 每一只都看嘛 然后他的幕僚都有处理嘛 因为他的电话可能幕僚在处理嘛 那很简单啊 请问你幕僚 你什么时候给人家看 什么时候给人家回 什么时候跟人家说 到底要怎么蕊 要怎么进行 你全部摊出来嘛 你全部摊出来嘛 今天吴子佳会那么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嘛 对 柯文哲好像有回说 通常吴子佳的讯息 他都是转给秘书处理 对 好 请问秘书出来讲啊 不要跟我讲发言人 那这也代表 吴子佳的分量不够就对了 柯文哲是不会是自己处理的 没有啦 一讲要取消马上就回 我想可能是因为不用付钱 不是自己付钱的场子嘛 如果今天是自己付钱的场子 自己去 自己有所付出的场子 就不会这样做了嘛 一直到后来吴子佳翻脸了 翻脸了说 我给你三天 你三天对不对 未读未回 你三天你这样对我 好很简单 那我们就取消 马上啪了就打来了 电话就打来了嘛 民众党呢 吴子佳说是民众党的秘书长嘛 打电话来了嘛 说约见面干嘛 那吴子佳说 你现在才打来说 隔天早上大脚见面 我已经没空了嘛 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好事 就双方来讲是一个平台 那吴子佳有他的金主啊 吴子佳也必须要扣他的斗内啊 因为金主也不可能 无限量的这样子提供嘛 但是他也必须要有人斗内啊 有流量这些问题啊 但是我不能 我说我拍天 不是我去扒着你的 拍你的马屁去捧你耶 所以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 来影射说 我后来是因为 好像郭台铭这边钱比较多 我接了他的对吧 沙哟娜娜 你的后面的就不重要 不是这个样子嘛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铁证如山拿出来 打人家吴子佳的脸嘛 对来梅梅姐 这个吴子佳跟柯文哲的 这个合作过程 当然我们可以看出 最后是不欢而散 甚至是吴子佳 非常的深意气炸 那也可以看出 他们之前的合作模式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8800秒杀 不要钱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你觉得合理吗 还是说柯文哲的人气南北差异 北部比较强 南部比较弱 哎我跟你讲 没这个道理 这个心态太奇怪了 你说南北差异到这样 北部差异到 8800我给你秒杀 后来不是大家又发现说 那里面好多票 说什么秒杀 到最后不是下午两点 都还卖不完吗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就有点合理怀疑啦 那如果说好 如果真的是南北 能气差那么多的话 那不就又印了 这个正号讲的吗 跨不出这个 守水溪以南 是不是这个样子 大家来看一看嘛 就大概就只有 这两个结论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吴子佳传给柯文哲里头 就有把这个卖票的情形 就已经有附上来了 柯文哲确实不读不回 为什么 大概想说 第一场流量那么大 是不是就又开始 得意忘形了 是不是这样 他是不是也会看 那个讯息是不送 也许 反正他就没串嘛 所以吴子佳才会很生气嘛 很生气到就说 好 那这样卖票情形 很不理想 那唯一的选项 就7月22号 高雄厂的见面会取消 然后会下周期公布取消 柯文哲紧张了 我看秘书11秒 发现说了一大堆 这都秘书牌的嘛 最后来看 当然报名情况不加要取消 我们没有付钱 也没办法 好了 这里面看到一个什么 第一个他没付钱 第二个柯文哲你明明知道 是因为状况不佳 为什么 陈志涵可以出来这样子 亦有所值的影射 这是让吴子佳最生气的地方 那吴子佳就说 我不习惯 卫独卫尾 你是台湾唯一个跟我如此互动的 侯锅都不会如此 然后呢 他也说侯锅都可以直接对着吴子佳 只有柯文哲是要透过秘书 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 吴子佳心路历程 他是非常生气的事 第一个你柯文哲你不付出 你只有收割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场的时候 吴子佳是这样 他非常重视他的节目效果 吴子佳提杠有给他哦 他就是这样哦 他也不Rehearsal 然后吴子佳说会追问他 他还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网友就回应说你是在打混嘛 吴子佳这个情形也讲了嘛 柯文哲不读不回嘛 Rehearsal也不愿意嘛 别人不是这个样子嘛 侯友宜郭台铭都不会这个样子嘛 OK好 而且更生气的是什么 你第一次已经这个样子 大家反应很不好了 你自己也出包了 你不Rehearsal 结果他干嘛 他只想什么 他连Promo也不愿意 已经跟他讲卖票情形这么差 对不对 不愿意Promo 可是要干嘛 他会收割 因为第一场 他就去连结了 所以就是会出现 刚刚瑞德所说的 吴子佳是主办单位 可是柯文哲去挂连结的 他的这个流量还更大 好 他连结的结果是什么 就算流量大的结果 土内也来了 广告也来了 柯文哲就想爸爸 不是吴子佳收吗 还是柯文哲收 他连结的部分 当然就柯文哲收 吴子佳部分吴子佳收 柯文哲去连结的部分 就柯文哲收 那收了又得意忘形 想说流量这么大 然后吴子佳要跟你讨论说 第二场要再改进 你不读不回 然后不读不回 你明明知道售票状况不好 你还让这个 你的这个发言人出来讲说 一有所指 好像是见到郭台铭 你就转弯了 是不是 中国跟美国保持等级吗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 美国是要给你保护你的 第一岛链 然后中国是要 要抢死侵吞 要侵略你的 所以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那种对所谓的 真正的国际局势 不懂的人 才会讲这种无知的话 你还不是想要 调高提高自己的身价 那请问你是应征什么东西